今天带着大家来看一看这些拍古装电视剧 里面的女演员他们穿的衣服 这些女演员在拍电视剧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穿的特别的美丽特别的漂亮 无论是服装还是造型那都是很吸引人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在剧中穿夜次间的服装 看一看哪一个更加的美丽 哪一个更加吸引你的眼球 说到这一个衣次间的衣服 那就先说一下这个张纳拉 他在刁蛮公主里面出演的司徒镜 那真的是他很天真很可爱也很野蛮 但是心地善良 他在这一个剧中的服装 还有造型都非常的惹人喜欢 再加上他那可爱的脸蛋 真的是很吸引人 这是一身粉红粉色的衣次间衣服 配着一条白色的腰带 再加上在他那可爱的脸旁 真显得特别的甜美可爱 吃与肥 这是他在雪域迷城里面的装扮 衣次间的衣服 加上这一个长发造型 还有他脖子上的项链 突出的更加的美丽 有一种细绿的风格 张嘉尼尝得很是美丽 他在又见一脸幽梦中出演的紫灵 深受大家的喜爱 这一张图片上的他很是美丽 一身红色的衣服 再加上他的头饰 很是吸引人 不切是一个长相甜美 天真浪漫的一个小女生 她在柴天记里面出演的魔族公主 洛洛深受大家的喜欢 这一张身穿衣自兼照片的他 非常的清秀 也显得很有气质 看到这一张在照片一眼 就能看出来 他在花千古中出演的紫灵天 在里面对花千古很是嫉妒 一心想要除掉的 是一个怀女人 看到他的这一张照片 很是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